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相信在我们前面一期课程学习中的小朋友肯定能够像我这样复原一个三阶魔方了对不对 三阶魔方对于你们来说已经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那这一期课程我会给大家带来什么呢 现在看一下我右手边的这一些 对 就是面前大家看到的这三款魔方 我们在这一期课程中全都会把它们学会 是不是有一点重量级呢 看到了我们左手边第一个 这个 这一款魔方大家知道叫什么吗 我们是不是在第一期课程中已经给大家介绍了那些异性魔方里面 有这个魔方哈 它叫做金字塔魔方 金字塔魔方我们可能有的同学说了 它不是应该有五个面吗 但是你这个魔方只有四个面啊 怎么回事 对 它只是一个形式金字塔 但它不是一个真正金字塔形状的 我们只是称它为金字塔魔方 大家注意哦 金字塔是有五个面的 但咱们这个魔方只有四个面 蓝 绿 红 还有黄色 对不对 好 一定要记住哦 这个看似比较困难的金字塔魔方 咱们在这一期课程中只需要一节课就能学会 一招搞定金字塔魔方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款 这款在第一期课程中我就看到好多同学在说 哎呀 二阶魔方那么少 一个面上只有四块 一共只有八块 这么简单肯定很容易学会吧 哎 实际上哈 它真还不是那么容易学会 所以呢 我们没有把它放在三阶魔方课程之前来学 而是放在学会三阶以后再来教你们 因为这个二阶魔方 它实际上相当于三阶魔方的一部分 在我们已经有了三阶魔方的基础上呢 就会很容易来学习二阶魔方了 那这款魔方我们需要用两阶课来学会 好 我现在先给它复原大家看一下 好 那最后这个重量级的魔方 我想大家都知道它叫什么吧 对 数一下 长是1234 宽也是1234 那我们再看高度呢 也是四块 对 这就是传说中的四阶魔方了 哎 四阶魔方 你看我拿了一个打乱的四阶魔方 对于同学们来说是不是有点眼花缭乱呢 对 它有这么多小块块 我们怎么才能把它合并成一个完全复原的魔方呢 这就是我们这期课程中最重量级的魔方了 咱们呢 后面的课程都是来学习它的 行 那我们先把它们放下 言归正传第一节课 学会金字塔魔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金字塔魔方的课程吧 刚刚呢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这一款金字塔魔方 它有四个面 对不对 绿 蓝 红 黄 四个面 那现在我要考一考各位小朋友们了 它有四个面 那有几个角呢 想想 比如说这样就算是一个角 我们可以试着拧动一下 是不是 一个角 那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 快 看一下自己手中的金字塔魔方有几个角呢 好 那我们现在一起看一下 一个角 两个 三个角 这还有一个 千万不要把后面那个忘了 四个角 对 一共有四个小角 对不对 这个小角 大家可以试着拧一下 它是可以单独转动的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打乱了 那这个小角 只需要让它这个旁边的颜色 对齐它下面的这一块的颜色 就可以了 然后就能复原了 对不对 好 四个小角 小角之后呢 小角之后呢 我们再来引入一个概念 那我们现在再来引入一个大角的概念 小角下面连接的这个整体 我们称其为大角 那大家也跟着我试着旋转一下这个大角 一块 一块 两块 三块 然后最后一个 四块 对 还是有四个大角 所以小朋友们要注意一下 不仅可以小角转动 还可以大角转动 好 那我们现在手里这个魔方 我估计小朋友们早就按捺不住 把它打乱了吧 没关系 我也跟大家一样 先把它打乱 好 小角大角都给它打乱 那现在完全打乱以后呢 我们先做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要将小角 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概念 小角 让它跟下面自己的这个中心对齐 也就是小角三个面的颜色呢 跟下面中心的这个颜色也对齐 好 我一个对齐了 再找一个 比如这个 黄 红 蓝 的小角 是不是这样 逆时针旋转一下 它就对齐了 对 一定要对齐下面的这块 好 再找一个 红 绿 蓝 也是要让它这样对齐 千万要让四个都对齐 因为我们刚才这样转动 乱转的话 有可能会忘掉 后面还有一个小角 拿上来 给它去对齐 好 这样我们四个小角都都对齐了 那大家怎么去检验是不是四个都对齐呢 我们先把这个金字塔魔方拿好 有一个角冲上 然后再去检验下面的这三个角 好 可以把魔方按照顺时针这样转一下 两个 三个 三个小角都对齐了 且上面的这个小角对齐了 那就OK了 好 我们下一步 下一步大家一起跟着我找一下 这四个角里面 有一个角是不带黄色的 就是这三个方向都不带黄色 那这个角不是我们需要找的 这也不是 再找一个 这块也不是 诶 是这块对不对 这个角上面的颜色是红绿蓝 那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不带黄色的小角 把它冲上 这样提着这个金字塔就可以了 冲上 好 大家都找到了吗 找到以后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 把像这样露出来的黄色的大角 把它拧冲桌面 好 手腕往下一翻 比如说我这个角本来在这儿的 那我让这个黄色不是小角 是这个大角 整个这个大角一起 让它冲桌面就好了 诶 那我现在看到 我右手边这个黄色的大角 是不是也露出来了 它冲旁边 不行 我们要把它拧冲桌面 那拿大拇指这样捏着它 拧冲桌面 好 我们先不用看它底下啊 再继续找找 还有一个角 记得这边还有一个 如果它是露出来的 我们就把它大拇指捏着 拧冲桌面 好 我们再翻一下 看看这个面 好 没有了 诶 同学说 这儿不是有一个黄色吗 诶 这种两个面的 叫什么来的 咱们三接模仿里边 是不是说 两个面的叫棱块 棱块不是我们要找的角块哦 像这个也是棱块 咱们不能说 把它就给拧下去了 对不对 它不行哈 咱们要找的是这样的角块 黄色角 诶 现在翻上来可以看一下 咱们是不是有一个 黄色的三菱形状出现了 对吧 三菱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步了 要先找到一个 不带黄色的小角冲上 然后将所有露出来的 像这样露出来的黄色角 让它大角拧冲桌面 如果三个大角都拧冲桌面了以后呢 诶 看一下 咱们就会有一个黄色三菱形状出现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步搞定 三菱 那我们现在有了这个三菱的情况以后呢 这就是咱们的第一步了 大家把手里的这个金字塔魔方 先把它打乱 咱们自己来一次 不在我的提醒之下 看看你们能不能把它拼好 小角也要打乱 想想第一步是什么来的 第一步 拼小角 看谁快 看咱们谁快啊 把四个小角都拼好 第二步 找一个不淡黄色的小角冲上 诶 我找到了 让它冲上 第三步 把所有露着的这样的大角 拧冲桌面 露着大角用大拇指这样一捏 诶 发想在大拇指位置的 拧下去 诶 拖右手 这边还有一个 拧下去 诶 那我们这三步呢 就可以把三菱变出来了 好 大家都搞定了吗 好 这一步完成了以后 我们直接进入下一步 如果我们想把第一层拼好的话 就像咱们在拼三件模方的时候 是不是还要补充一部分 三件是先拼棱 再拼脚 那我们这个金字塔模方 正好跟它相反 先把脚块都拼好了 现在要拼什么了 对 再拼棱块 棱块 好 那这个棱块的特点是 都带黄色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要到二楼去找 带黄色的棱块 比如说 诶 我看到一个这个吧 黄 红 黄红棱块 那我们呢 先要让黄红的这个棱块 这样 它的红色面 贴上自己的这个红色角 诶 记得 千万不要这样啊 找到黄红棱块 在黄红这个红色面上 就算完成了 那不行 我们要让它黄红 旁边的这个红色面 贴上这个角才行 好 贴好了以后 我们看 这个棱块是不是在右手边 在右手边呢 我们就抬左边这个门 开左边门 对 左手往上翻 开左边门 把这个黄角露出来 然后让这个棱块回来 接进来了是不是 再一关门 好 那我们这个黄红的棱块 就归位了 第二步再找一个 诶 比如我看到这个黄 蓝 那就 首先先让蓝色跟蓝色角贴上 贴上了以后 它是不是在左手边 诶 咱们现在就出现两种情况 一个是在右手边 一个是在左手边 好 在左手边呢 那咱们就直接抬哪只手 右手这个角 对吧 把右手脚抬起来呢 再让它进来 好 再一关门 就进去了是不是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黄 绿 黄绿首先先让绿色跟绿色的角 贴合在一起 然后再怎么办 在左手边就抬右手这个角 让黄色棱块进来 再一关门 好 那我们第一层就大功告成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再回顾一下 好 第一步先在二楼找到这个带黄色的棱 第二步让它贴合在自己这个面上 黄绿就贴绿色角 黄蓝就贴蓝色角 黄红就贴红色角 那我们现在是黄绿 贴合以后呢 判断左右手 如果在左手 我们开它相反的那个门 让它回来 再一关门 就进去了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种情况 还是先涨到黄绿 让它贴在自己的这个角上 这回在右手边我们就抬左手门 回来 一关门 就进来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个别的情况 比如说 这样吧 我们需要找这个 看到第一层没有拼好 是不是 那需要找这个 在第二层找带黄色棱的时候 发现第二层没有黄色棱 怎么办呢 那我们看看 是不是第一层有错误的 对 有错的时候 类似咱们三接模仿里面 第二层如果拼错了 或者是第一层角块拼错 咱们采用的方法是什么来的 对 把它先踢出去 开门 踢出去 关门 是不是就上来了 到第二层以后 我们又回到刚才的那个方法 先让它找到自己的位置 贴合在一起 第二步再让它归位 开反方向门 哎 有同学说 这不是已经有一个黄色了吗 可是这个黄红 你们看 黄红不应该在 绿色这个面的家里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开门 让绿色回来的时候 把红色挤出去 再关门 那同时记得 我们把红色踢出来了 是不是还要帮红色 找到自己的家 先让它贴在一起 然后再看左手就开右手门 让它回来 再关门 就进来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第一步 第一层 就是这样的步骤 大家都记住了吗 自己打乱了 试一下吧 好 刚刚呢 我们已经学会了 如何拼好第一层 对不对 第一层拼好了以后呢 我们下一步的步骤是 把第二层搞定 大家可能发现了 咱们这个金字塔模方 一共只有三层 对不对 第一层我们已经搞定了 那第三层呢 又只有一个小角 我们这么一转 它就已经好了 所以只有最后一步 把第二层拼好 咱们就大功告成了 大家再坚持一下哦 第二步也不是很难 咱们首先呢 还是刚才那个道理 把大角要先对齐自己的颜色 就像我们在拼底下的时候 是不是先把黄色的 这三个大角 都放在了同一个面上 那现在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呢 翻过来 把第一层放在下面 上面的这个角 也要去找自己的颜色 我这个角是不是蓝色 那要捏住这个大角 让它去找到自己的这个面 好 让它这个三个大角啊 是同样的颜色在一个面上 蓝色对着蓝色的角 那红色对着红色 绿色大角对着绿色 那这样才能够拼最后 这三个棱块就可以搞定了 对不对 咱们的金字塔模方就可以搞定了 那现在这一步呢 我们需要啊 找一个什么 找一个这样的小眼睛了 怎么叫小眼睛呢 就是这个面上的两个棱块 颜色是不同色的 两个都不同色 那我们看看其他面是什么样子呢 诶 这个面上的两个颜色 有一个相同 一个不同 那再换一个 绿色面上也是一个相同 一个不同 对吧 那我们之后这一个面 是两个都不同的 好 现在呢 把它冲后面 就冲你的对面 那现在正冲我们自己的 就是一条棱 是不是 那这个棱在冲着咱们自己 我们需要做一个公式 这个大家不要怕 一说学公式 可能有人说又要背公式 但实际不是 咱们这个公式啊 是你们已经学过的 三阶模方里的一个公式 来 我现在拿一个三阶模方 好 大家现在看一下我手里 这个三阶模方 如果我们在这个顶面 拼十字这一步的时候 现在是一个横线 对不对 横线的情况 大家还记得怎么办吗 哎 横线的情况 咱们是不是说 先把它横过来 然后做一个 前面这个面 顺时针倒 顺时针倒 然后右手做一个手法公式 上去下回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把它逆时针倒回去 上面这个十字就出现了 对吧 哎 没有看明白的同学 再跟我来一遍 前面先顺时针倒一下 上去下回 在前面逆时针倒回去 好 就是这个公式 同样的道理 我们把它运用在金字塔模方上面 怎么办呢 前是不是就变成这个大角是前了 那上呢 就是右手这个角是上下 那去回呢 是上面这个角 去回 好 这就是咱们那三个面了 前面 右面 上面 好 那我们同样要做刚才那个公式 前面先顺时针倒 哎 如果你倒对了的话 底面黄色就会露在我们的左手边 前面顺时针倒完了 第二步是什么来的 右手手法公式 上去下回 对吧 好 那这右手边这大角 上 去呢 是上面这个角 去 下是右手 下 回 上面这个大角 回 然后再把前面逆时针倒回去 哎 惊人的情况发生了 是不是我们金字塔模方复原了呢 好 那实际上 它就是运用了我们刚刚搭十字的那个公式 再来一次 大家跟我再来一次 前面这个大角先顺时针倒一下 判断一下倒的对不对 左手边是这个黄色底色出来咯 然后右手做一个上 去 下 回 好 那我们再把前面的角倒回去 哎 就变成了这个情况了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情况 是干嘛先找一个小眼睛对不对 找这个两个颜色都不同的 把它冲后面 冲在你的对面 那面冲自己的这个棱就是前面了 前右倒 上 去 下 回 前 左倒 哎 我们又发现了一种情况 为什么它没有复原好呢 刚刚这个情况咱们不是做一次就好了吗 那这次没有好怎么办 那我们还是找到这个小眼睛 冲对面 然后再做一次这个公式 前面随随随倒 上 去 下 回 前面倒回来 就好了 哎 为什么刚刚这个要做两次 但第一个公式只用做了一次就好呢 那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公式的区别 哎 好 咱们最后这一圈 一共会有五种情况出现 刚刚呢 我们学了两种 第一种是这样 首先咱们先把这三个大角都得对齐颜色 对不对 好 然后判断这个棱块 那这个棱块呢 是这个面上两个颜色都不同 而且 大家注意看哦 面冲自己的时候 左手边这边 它是221 就是前两个颜色相同 后面的颜色不同 221 哎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把这个小眼睛冲对面 只需要做一次 前面逆时针导 上 去 下 回 前面逆时针导回来 哎 它就好了 对吧 好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种情况 哎 第二种情况还是 我们先找到这个小眼睛 把它冲后面 哎 发现它 哎 这 不 我们先找到这个小眼睛 然后转过来看左手边 它现在就跟刚刚不一样了 刚刚是前两个颜色相同 后面的颜色不同 现在呢 变成第一个颜色不同 后面两个颜色相同了 变成122的情况了 是不是 122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 大家要记住 咱们要拼两次 它才能回来 好 先把小眼睛冲后面 咱们试一次 前右倒 上 去 下 回 倒回来 发现没好 再来一次 前右倒 上 去 下 回 倒回来 它是不是就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两个公式 已经学会了 接下来呢 再跟我看一下第三个公式 我们看一下第三种情况 是这样的 先拿过来这个金字塔以后 咱们还是要保证 如果这个大角没有对齐的话 咱们要让它大角先对齐 对齐以后呢 看 这个面有两个颜色不同 但是这个面 这两个颜色跟这个面颜色不同 绿色现在在蓝色面 转过来 蓝色呢在红色面 红色呢在绿色面 然后每个面都是有两个两个的 这样的小眼睛的情况 是不是 如果是这种情况发生了的话 那我们有一个特别特别熟悉的公式 就是三阶里面的小鱼公式了 好 大家看一下小鱼公式 咱们在三阶里面 如果看到小鱼的话 是不是找到这个小鱼以后 要开门 退一下 关门 推一下 开门 推两下 它才能回来 再关门 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在金字塔魔方里面 这个小鱼公式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还是要判断一下方向的 先看一下咱们前面的这个棱块 红蓝 红蓝块呢 它需要去哪 这红蓝的棱块需要去 这个面 对不对 大家看这条棱如果拼好以后 应该是红蓝 所以它呢要到这儿 那这个呢 蓝绿 蓝绿要到后面这个位置 后面这个的红绿呢 那就要被挤到这个位置了 所以是他们三个这样 按照顺时针换一个方向 顺时针换方向的话 我们就这样 开门 让它往逆时针方向走 关门 还是往逆时针方向走 再开门 再往逆时针方向走一下 发现就接上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关门了 对 为什么我们金字塔魔方 只需要转 开门回来 关门回来 开门再回来一下 而不是两下呢 那我们看一下金字塔魔方 侧面有几个面啊 只有三个面对不对 但我们这个三间魔方 它是有四个面的 四条边 所以它最后要回两下才能回来 金字塔魔方一下就可以回来了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跟它相对的那个情况 大家可能猜到了 还是先把大脚对齐 每个面都是小眼睛 那我们现在看看 这回这个棱块 红绿要去哪 要去后面了 后面的这个呢 蓝绿要到在后面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再转回来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个棱呢 是红绿要到后面这个位置 再来看一下 后面这个蓝绿呢 要到左边这 左边这个红蓝呢 要到右边这个 那它是不是需要一个 逆时针旋转 才能换过来 对 那我们这回就要先开门 往顺时针方向转 关门 往顺时针方向转 开门 还是往顺时针方向转 再关门 就好了 大家这个知识点学会了吗 这两个公式是相对的 如果它需要往顺时针方向转 那我们就开门 往逆时针方向转 关门 逆时针方向转 开门 再逆时针方向转 回来 那如果它本来就是需要往逆时针方向呢 那我们就开门 往顺时针方向转 关门 往顺时针方向转 开门 往顺时针方向转 再关门 它就好了 有点绕 大家要稍微细心一点 才能拼好 不过我相信各位小朋友 一定是 一定对于这种公式难不倒大家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进入最后最后一种情况了 学会它 咱们就完全搞定金字塔模方了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种情况 咱们还是先要让大脚去对齐它自己的颜色 如果要是这样着的 那咱们就没法判断了呀 所以要让大脚先去对齐自己的颜色 经常会有小朋友忘了这一步 说哎呀 我这个情况怎么跟老师的不一样 那咱们要注意看一下 到底对没对齐这个大脚颜色呀 是不是在同一个面上 好 如果要是这样对齐了以后我们发现啊 还是 嗯 这个面只有一个眼睛 只有一个颜色不同 这个面有两个颜色不同 这个面有一个颜色不同 那是不是有一点像我们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啊 有点像吧 哎 但是啊 咱们跟刚才那个情况有点不同的是 我们这个后面啊 如果你把这两个小眼睛冲后的时候 发现冲着咱自己这个颜是正确的 怎么叫正确呢 这个颜本来就是红绿 对不对 那它这个颜又正好凑巧 就是已经好了的这个颜啊 那咱们就不需要让它再换位置了 是不是 那我们再看看前面这两个啊 它们两个的特点是什么呢 哎 蓝绿正好也要在蓝绿自己的位置 只不过它就是方向反了 咱们要把它翻过来 是不是 那这边呢 红蓝也是在自己的位置上 但是方向反了 要翻过来 哎 当然咱们这种情况不是像三杰里经常出现 说那个块翻过来 咱们要抠下来 给它掰回来 而是这有一个公式可以让它们两个单独翻这个蓝 那我们现在就来学一下这个公式 首先呢 需要把后面已经拼好的这个蓝 冲后面 冲对面 让这两个小眼睛冲着咱们自己 冲着自己的话 它们两个要单独翻怎么办 左手大拇指捏住下面这个角 右手捏右边下面这个角 两个食指这样 摁在这两边上就可以了 中指无名指在下面拖着 就是这样捏住这个魔方 大门指按住这个角 现在跟我一起做一个动作 右手先开始 右手 好 公式是先下来 右手下 左手下 右手上 左手上 好 就是翻了两下手腕 对不对 然后停在这 千万别撒手 左手捏紧 右手撒开 捏住上面的这个角 把魔方现在转过来 然后右手捏上面了以后呢 咱们这魔方转过来了 现在变成先 右手上 左手上 右手下 左手下 就好了 刚才有一点晕 大家再来一次 我们看一下口诀是什么呢 口诀是下下上上 然后右手拿到上面 再上上下下 跟我一起做一次 不用着急 左手捏这儿 右手捏右边 右手先开始 下下 上上 好 停住 右手拿到上面这个角 横过来 再做上上下下 它们两个就单独翻过来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一次 不要着急啊 这个公式有一点绕 下下上上 上上下下 都是右手先开始 左手捏住左下脚 右手捏住右下脚 好 我们来 下下 上上 停 右手拿到上面这个角 上上下下 诶 这个魔方就复原好了 那我们这五个公式 大家都记熟了吗 要多加练习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把金字塔魔方完全打乱 自己去复原一下试试吧 那我们第一节金字塔魔方的课程就到此结束了 大家有没有学会呢 是不是突然感觉咱们这第二季课程的内容有一点点紧凑 是不是有点复杂 没关系 课程呢 其实不是很难 只要大家认真学习每一步 一定能复原的 好 那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多加练习 把金字塔魔方搞定 咱们下节课就要学习其他的内容了 那在这个时候我要给大家提示一小点 咱们在第一季里面学习三阶魔方的时候 是不是先教了大家如何拆解魔方 要把这个棱块角块都拆下认识它的结构 但是呢 咱们这一季课程中的这三款魔方啊 它由于内部结构比较复杂 所以不太适合拆解开来认识它 那我们尽量就不要把它损坏或者是拆开了 当然人为损坏是千万不要的哟 比如这个四阶魔方 拆开以后里面有好多好多小零件 不只是你们看到的这些哟 内部还有很多很细小的零件 那可能就拼不回去了 大家一定不要拆开它哟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大家多加练习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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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